2020年10月3日 仍然是討論美國總統和她的灰人確診這件事 今次就跟大家討論市場 這裡有很多數字 所以老約基本上讀得多於什麼 美國大選步入了關鍵時刻之際 這兩個人就確診了 消息發佈後引起市場的恐慌 美股道指就週五開始就立刻倒了433點 即是1.56的百分點 報了27,382 標指就卸了57點 報3,323點 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指插水了243點 至11,082點 當中蘋果和Facebook 股價分別跌3.91的百分點 和2.47的百分點 去到112.22 和260.05美元 認為這件事能引致美股出現一個版之十的調整 歐洲市場全線向下 英法德股票分別錯1.19的百分點 1.39和1.5 英國1.19 法國1.39 德國1.5 亞洲市場包括中台 中港台昨天放假 暫備一跌 澳洲這邊就說 區內中表現最差 收市就跌了1.39的百分點 而東京證交所 也有正常 日本的故事重開 日經指數收市跌了155點 或者0.67 去到23,029點 有些市場分析就說 市場討厭不確定性 今次就中了 不止因為總統確診 這個意味著病毒可能已經散佈到其他美國的 政府高層 另外一個 摩根大通國際 銀行那邊 說這個 明顯是反映避險 當中大選因素較少 投資者應該憂慮是總統喪失自覺能力 為政策和地遠政治前景的主要不確定性 仍有一個不確定性 另外就是高保CIO Office那邊 就認為 這個事件可能加劇市場的緊張情緒 或者觸發美股調整8月10 然後說回8月10 亦都會拖累亞洲股市 今年如下的時候 表現不佳 為什麼會拖到 亞洲股票 不知道 他認為會影響到 加州股票 另外 亦都有一些 市場人士派定心軟 他就說 唯一擔心事件 導致大選押後 屆時會產生重大反應 但現時 離開還有一大段時間 所以認為機會不大 另外 有人說 他確診 但沒有發病徵狀 有啊 他有輕微的發病徵狀 認為市場會回彈 而且就說 美國的制度健全 副總統彭斯 有需要事可以領導 選戰和其他事務 所以應該頂得順 另外就是 有其他 例如加拿大那邊 那些評論員 就認為 最新調查 57%受訪 投資者 預期拜登在大選中 勝出 而62%相信 參議院繼續由共和黨 控制 因為拜登主張是加稅 他對 撤擊經濟的大計 就要提供資金 即是說要加稅 因此 就對投資市場不利 那現在 現時認為 拜登當選美國 當選對美國不利 或者十分不利的投資者比例 由6月那時的60% 跌到41% 63%的投資者 繼續相信 特朗普連任了有利 或者十分有利市場 相信特朗普 不利的只得11% 即是說 美國股市是頂得住的 高星那邊就說 如果是民主黨入主白宮 就會獲得 參眾兩院的控制權 聯邦政府支出 可能會大幅增加 亦會提升市場對 聯儲局加息的預期 使得美國十年 期的國債息率 大選之後一個月 要飄升30-40% 現在很小的 外媒一直 進一步指出 六個新興亞洲國家的 國債市場之中 南韓 泰國 印尼 最受美國債息 變動影響 原因包括 資本開放 和貿易依賴 的程度 火高 可以肯定 這個 為美國大選 卡點了 一些 不明朗的 形勢 引致 暫時來說 美國股市的下跌 長遠看一點 我覺得 起碼看兩個星期之後 他的健康情況如何 如果情況好就沒事了 壞的話 全盤機也有想過 怎樣 大家不知道 可能要到時 讀一讀 如果全盤機想過會怎樣 老爺都未知 所以 到時先 我更加 爛了 日本人